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 以百花迎春2022为主题进行了首次宣传 周深也在接受采访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周深在CCTV13上的表现 我唱的是乔家的儿女的剧集的歌曲 这次是跟里面的演员们一起唱的 就感觉有种唱着唱着进入了电视剧的感觉 就像我们歌词一样 无论怎么样 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中国文艺会演百花迎春 周深将在春晚上演唱乔家的儿女主题曲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值得一提的是 周深并没有孤军奋战 而是邀请到了周深 乔家儿女演员唐一新 毛小童 宋祖儿 周深在央视的采访中说到 我在唱乔家儿女的时候 和演员们一起唱歌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看一部电影 就像是一首歌 不管人生是什么 总要朝着光明走 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新闻直播间的采访 只有空俊和周深两个人 其他的歌手和艺人都是一赏而过 显然央视对周深还是很有好感的 既然喜提百花迎春 这一个中国文艺晚会 那么央视的虎年春晚 会不会有周深的声音呢 答案将在数日后揭晓 让我们共同期待周深 在这一年中的精彩表演 周深的歌声仿佛能够刺破人的耳膜 直达人的心灵 周深当之无愧的年度最佳男歌手 在新年里 我们会不断地朝着光明前进 唱出更好的歌曲 人生就应该面对光明 从周深那动听的歌声中 汲取无尽的力量 期待周深在央视虎年春节联欢晚会 周深荣获2021媒体眼中 艺人好感度调查 好感艺人 一年一度的媒体眼中的 艺人好感度调查如期而至 娱乐向50位媒体同行发布了问卷 有效回复47份 其中周深的艺人获得了好感艺人 SH娱乐2021发布的艺人好感度调查结果 其中龚俊 迪丽热巴 杨阳 周深 白露 四位获得了好感艺人 理由分别是 周深 极致优秀采访对象的所有特质 两个字 完美 公俊 公俊 红了人眉飘 依旧谦逊和礼貌有趣 迪丽热巴 既真诚 又有梗 虽为顶流 却毫无架子 杨阳 真诚没架子 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 白露 人美 有梗 性格好 他们获得好感的原因 无外乎 不耍大牌 够敬业 回答问题 真诚有梗 对人有善喜心 团队专业靠谱 对于这样的艺人 媒体都会毫不吝啬地 送上五星好评 来看看媒体人 对周深的真实评价 周深为人谦逊 低调有涵养 真实不做作 访谈时 语言生动有趣 逻辑性强 富有内涵 有充满正能量 风趣幽默 有油梗 这样的艺人 哪位媒体人不喜欢呢 周深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太优秀了 他演唱的歌曲 生动感人 让歌曲有了生命 强烈地推荐一下 优秀的歌手周深